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太上戒免第七 这是总结免利我们 是第七个大段 孤吉人 与善 世善 行善 一日有三善 三年 天彼将之福 雄人 与我 世我 行我 一日有三善 三年 天彼将之祸 何不免而行之 在前面这一段改过千善 这一段很要紧 注节里面说的很多 很重要 这个里面也引用了了凡思讯跟古大德讲的忏醉的一些方法 很值得我们参考 值得我们学习 那么今天我们讲到总结 故这个字是总结权文 吉人 这是吉凶祸福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善人 将善人还不太切当 将富人 很有福报的人 这个吉跟这个福报非常贴切 很有福报的人 有福之人 他一定具备这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 与善 与善 善的标准 就是佛给我们讲的 十善业道 此地呢 这个注节也注得非常好 与善 与善 他讲的 如非礼 物业 要到人善 开发人之善心 事业 这三句讲的好 换一句话说 不应该说的话 决定不说 非礼 物业 喜欢 喜欢 称赞别人 喜欢 说别人的 善事 决定 没有 忌妒 没有 隐瞒 喜欢 说别人的善事 喜欢 开发 别人的善心 这就是 常常能够教诲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断卫 断卫 修善 劝导一切众生 明了 什么是善 什么时候 这非常重要 这是 这是 与善 太上 在前面 也在 教导我们 吉德 雷公 吉德雷公 最重要的 就是与善 实在讲 许许多多人 心地也不错 做人也很好 就是言语 不谨慎 所有的功德 都从言语上漏掉了 你说 这多可惜 所以 无量寿经上 佛教给我们 善护三叶了 把口叶摆在地 这不能 说没有道理 你看看 太上 也把 与善 摆在地 跟无量寿经上 不谋而活 无量寿经 佛教到我们 善护口叶 不及他 我们在前面 说过了 不但不能说 决定不能 把别人的我 放在自己心上 把别人的我 要放在自己心上 我们的心 就坏了 这很冤枉的事情 我们心 原本是善的 跟祝福如来 无二无别 现在我们的心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绝不可以 怪别人 怨天尤人 这个罪过 太大了 怪自己 不好 为什么把 其他人 这些 不善的事情 要把他 放在自己心上 没有人 叫你放 是你自己 放在心上 把自己 纯善的心 变成不善 心不善 与怎么会善 所以根 是心 事出事间 大神大行 教我们修行 所谓是 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心 人心跟佛心 是一个心 佛的心 我们在经论里面读到 不容 分毫不善 夹杂 这是佛心 那我凡复的心 不善的多 善的少 所以才变成六道 所以才变成三图 三图六道 就是这么来的 那我们 从今天起 明白这个道理了 自己心中的不善 要赶快把它 捨弃掉 把它消除掉 放下了 我们要像佛一样 容纳 虚恐 佛 法界 一切 善法 这个人就成佛了 专反成圣 善不善的标准 佛给我们列的十条 十三一道 我们感应平 这个 跟诸位 共同在一起 学习 圆满之后 我们接着呢 再学习 十三一道 佛给我们定的标准 可是那个标准 也有个根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根呢 这个实际上怎么修 也不过是人天佛报而已 修不圆满 根还是一个念头 凡夫的念头 自私自利 用自私自利 去断食物 修食善 决定不圆满 也得国报 国报是人天佛报 这个要知道 在中国历史上 佛报最大的 这几千年来 佛报最大的 乾隆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 讲佛报 没有人能超过他 做六十年皇帝 还做四年太上皇 真的是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中国历史上 找不到第二个人 也长寿吧 所以他自己称为 十群老人 真的 十群是美 五代同堂 哪个人有这么大的福报 诸位要晓得 这个福报 自私自利 没有写起 修的是善业 能得这么大的福报 可是要晓得 出不了三界 不能够脱离轮回 你这个福想完之后 你一生 还有造作罪业 这个罪报还会现前 于是 六道轮回 就这么形成 学佛之后 把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搞清楚了 我们不再干这个 啥事情了 把自私自利的念头 转过来 一切 为正法 救助 为什么 只有正法 才能够觉悟 众生心 能令一切众生 破密开悟 转凡成圣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佛与大菩萨 会不会去做青龙皇帝 不会 为什么 那是享福 不能成就 殊胜功德 殊胜功德是什么 教化众生 所以佛菩萨 一定是 以老师的身份 出现在世界 我们尊称 释迦摩尼佛 本死 我们根本 老死 他绝对 不会搞政治 也绝对 不会搞工商业 不会搞这个 全心全力 救度一切 苦难众生 这前面 跟诸位说过了 设法界的众生 都是苦难众生 为什么 没坚信 智慧也没有圆满 不免造作罪 四圣法界的 算是不错了 相似佛位了 依旧有退转了 大幅度的退转了 所以在法身 所以在法身 菩萨 看他们 扩列 明镇 所以一切苦难众生 是指射法界 只要你智慧不开 这个智慧 是佛家所说的 大车大悟 鸣心 见心 真智慧 没有明心 见心 智慧不是真的 六道里面 这佛法讲得很清楚 是智变聪 根本不承认 它是智慧 四圣法界 由智慧而不圆满 因为它无名 没破 分别没有断尽 只是执着断掉 由此刻执 执着要不断 拉来的智慧 执着什么 我 无死无我 你的智慧才开 只要有死 有我 你的智慧就不开了 所以智慧开不开 也不是别人的事情 跟老师不相干 你就遇到 释迦摩尼佛 遇到阿弥陀佛 你自私自利的心 不放下 你还是开不了智慧 不是说遇到佛 我就会开智慧 没这回事情 如果把自私自利放弃了 完全没有了 你遇到一个下根的人 给你说法 你也会开悟 这个例子 古今中外 很多 学生的成就 超过老师 凭什么超过老师呢 凭放得下 老师所放下的没有学生多 学生比老师放下的更多 学生就超过了 彻底放下 究竟放下 这个人就称佛了 这世纪人 我们看到许许多的人 生病 今天早晨 上海里面还给我打个电话 有个同修 也是生病 身心都不安 问我怎么办 为什么不把病放下 放下就没有了 你要把病放在心上 那你有得受了 他带的是癌症 我就告诉他了 黎沐云 十年前带的癌症 你们去问他 他把他那个X光片子 给你看看 三十多张 癌细胞扩散到全身 每个器官 医生跟他讲 他的寿命只有三个月 他也不去治疗 也不去吃药 念佛等死 到居士林来做义工 合一天 做一天 认真努力 坐上半年也没事情 再去检查 没有了 新加坡医学时代 奇迹 现在又活了十几年了 精神体力 哪一个人都比不上他 我叫他做不休息菩萨 你看看前天 从中国回来 一回来之后 马上就开会 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他告诉我 晚上睡眠时间 大概只有两个小时 全心全力 为佛法 为众生 没有为自己 把自己忘掉了 所以这个病就没有了 有我 你就有业障 你就有业包 无我 无我包就没有了 业也没有了 包也没有了 人要做到无我 什么事就结束了 这个身体留在世间 为众生造福 为众生福 事情做成功了 众生有福 自己不居功 事情做不成功 众生没有福 自己也没有过失 自己永远没有得失 没有得失都快乐 事情做成功了 我的功劳多大 那好了 你有我 有我 你就有业包 无我 就不收业包了 业包就没有了 这是佛教给我们的 世上 佛在十三页道经里面 教我们 菩萨 转过为善的方法 非常巧妙 昼夜 常念思维观察 这个视线就观察了 观察 一起善法 不要去看不善法了 禅宗六卒会能大师 在谈经里面告诉我们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不见世间过 就是世上 世间人有没有过失 没有 一切人 寺屋里头 都没有过失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欧云大师 在凌峰宗论里面 也说的很多 他说 静云也无好丑啊 静是物质环境 云是人事环境 我们讲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静云两个字都包括了 这个里头 没有善悟 没有好坏 确实 是清净的 是平等的 好丑 好丑 这个好丑 是让我从哪来的 是我们自己的心动 我们以为他好 以为他丑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所以自己要是放下妄想 分别执着 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 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 原本是一真法界 原本是极乐世界 搞成这个样子 都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 在作祟 我们这个身体 原本是金刚不坏神 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心里面 完全装的贪嗔痴慢 无欲六成是非人口 所以才搞成这个样子 过去人没有人教 那情有可原呢 自己无知 现在佛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我们听懂了 相信了 就应当放下外面 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恢复一真法界的生活 你说这个多美满呢 这个多自在啊 多么幸福呢 此地事先 就是佛教导我们 观察一切善法 绝不要去观察一切我方 从根本上回头 行善是行为 我们日常生活 工作 除世代人皆无 都在这个行之上 一天呢 你能行三善了 三年 这是讲 吉功雷德 天比将之福 所有业切的灾祸 就消除了 在佛家常讲 消业障啊 业障 真的消了 福德 现前 智慧 现前 我们应当 要学习啊 今天时间到了 这个后面还有一段 我们大概 这本书啊 明天可以讲越满 好 今天讲到这里